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绿植工作室的负责人 郭显睿 Jerry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Jerry你好 你好 Jerry想要请问一下 绿植工作室是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当中 把它成立起来的 什么样的想法当中 应该说那时候 算是大家 那个创业刚开始的阶段是大家 我刚好回台回来台湾 然后但是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要不要开始准备自己的一些事业 那时候我是在高尔腐朽厂上班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就我朋友 刚好有一批设备 就是我们园艺系有在用 一些生产植物的设备 如果大家比较清楚 像是组织培养 这个组织培养的东西可能讲 代表概念就是台湾的兰花 台湾兰花座大量繁殖跟复制 就是用这套系统跟设备 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比较漂亮的价格 把那个设备拿下来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就开始投入第一批设备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慢慢准备创业 所以说刚开始就想说 未来有没有机会用这套设备 去过比较开心的生活 当然刚开始梦想是这样的 但是慢慢到后面之后 我们会知道说 面临一些现实的问题 他们没有办法从这边拿到一些基础的经济之后 他们还有回归原本的工作 所以就会变成说到后面我就慢慢的一个人 就是开始做生产 然后做行销 做广告 然后自己再慢慢到后面有机会做自己的作品 然后再把东西推出来 就大概前面是长这样子 你现在的一个主力的产品就是所谓的生态岗楼 我现在主力的产品 这算是第二大主力 我的主力产品应该是在我网路销售平台上面 我是专门在卖这种 大家可能就是想要做一些这种小型的瓶子 或是我自己家里有瓶子的话 有一些老师或是客人 还有一些补习班 我就想要买成套的素材 小型的素材 然后就直接从网路我这边购买 或是直接去跟我的IG 或是其他粉专就联络 然后就跟我下定 这边这算是我比较主要的收入来源 可是生态岗会是你未来想要去看 更能够扩大市场的一个 你觉得很好表现你在 就是从一路 你算是对园艺是真的有兴趣 然后真的有天赋 所以才选择原艺系吧 这个比较不好说啦 应该说算是家庭的缘故 说那这个选项给你 那你要不要去做做看 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学 尤其在台湾 你没有办法去刚开始 就是从学生时期尝试自己的兴趣 所以那时候其实你根本 我觉得选什么系 大家不一定都是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要去尝试过之后 你发现说可能热情有 但是我发现我更擅长的时候 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是我在行 就会变成说我怎么把我在行的东西 训练到说我对它是有热情 我觉得这是可以调整 持续的练习当中 你会得到反馈跟客人的意见 然后中间你会得到更多的 就像说我们现在在做专方跟录影 更多更其他人接触的机会 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来 就是会慢慢的 因为你做这件事情 有遇到这些人事物 给你一些新的感受跟体验 顺便就是一起培养了这个热情 那你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这个生态港 但是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 因为我去北京创业 那时候认识一个朋友 他其实都有在看一些国际的东西 他就刚好看到说 美国跟欧美那边有在做这个生态品的东西 那你要不要回来台湾做做看试试看 然后那时候在台湾生态品其实很少见 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做 然后我就从网路平台开始 从卖植物素材 然后慢慢从到现在出自己的作品 算是一路走啦 算是我朋友给我蛮多的想法跟意见 对对对 今天看到这个生态港其实真的很吸引人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就是 第一个这个时间上面他需要花你多久 也就是说客人他这个都是客制了 对那他跟你讲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教给你你完成这个生态港要多久 我这个生态港大概花两个礼拜 从对啊找钢然后再决定说 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面料 然后跟我们后面背板想要做什么样的处理跟尝试 我背板处理跟尝试光上上去 我那时候就用了两三天 因为他是黏不住啊 或者说从哪里掉 或是从哪里不好看 所以就是大概两周啦 对对对 Amazing 因为你看他上面还有那个石头这样子堆叠上去 然后他不会倒 对他的他真的造就是就是创造了所谓生态港 那个里面的一个平衡 对他是很好的一个平衡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创作这个生态港本身你有想要说什么吗 还是其实每个生态港对你来说 其实传达的都是同一个理念 我觉得我每个东西有想说的也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对对对对 因为我这个东西因为我刚好就是结合了 刚好我那时候在跟一个我设计师好朋友讨论 因为他很喜欢用日本元素 ok 对然后他然后而且我看到他的 因为他也有在玩自己的生态港 然后他的风格就会比较偏向说 日式然后可能他又会喜欢找一些类似 那种宫崎骏卡通的那种灵感放进去 我想说欸好那我做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就因为我那个客人就说我要日式的 对那好我就跟他讨论说那我把那种日本的鸟居神社那种感觉放进去 对他就说欸那那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些比较灵动的东西 所以我就找到了那只鹿 我就把那个有点像是那种宫崎骏里面的那种山寿神的感觉 看动画的那种灵动感再放进去 就是比较组合比较粗比较和谐 然后这个东西我比较想说的是那种 因为大家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有去日本的话 如果去神社 其实他们日本神社会给人一种日式的宁静 是 我就想说这种日式的宁静是我想要对于这个作品想要说的 ok 但是我每个作品我的一个核心就是我希望说大家可以借由作品之中 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说在里面可以看到什么 因为生命的过程然后就是一个生老病是一个循环 然后在每个阶段跟每个角度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系统在里面 是 所以每个观察每个看法 我觉得我想带给大家就是说生命其实流动 对啊 如果你在里面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那都是你人生的获得 对我觉得说我在也是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我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是希望说如果大家有来机会到那边找我聊天啊 我想要把这个做边做的过程中边把这个想法跟理念给大家 你刚刚讲到说生命是流动的啊 它跟那个水足缸啊有鱼在里面流动啊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可能是水足缸它多少嘛 因为毕竟它是会有排泄的问题 但是生态缸它没有 那生态缸它真的需要刚刚所谓的这个您提到的观察 观察它也没有办法一天两天 它可能要以粥来作为一个 用粥来看会比较对 会比较看得清楚 这片叶子可能往哪里长了 它就扩展了空间去往哪里了 然后每一片抬线 然后就放了一些植物 就怎么样的作动 我觉得就是一个生命流动的过程当中 去跟植物做观察跟互动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帮助 如果你需要察觉一些人生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有点心灵的 那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其实就是在玻璃本身 它呈现的这个质感也是很美的 你在这个玻璃上面也是用心去找的 每一个材料我所看到的 包括那个盖上去的这个 都是你的用心 对不对 就是我们因为玻璃其实有分非常多等级 其实我们一般如果玻璃它会有什么抗磨 耐磨跟透光 然后这个都是挑比较高等级的透光的玻璃 其实说因为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旁边都会难免会有一些脏污什么的 有些客人还蛮特别的 他们就希望说 那个脏污你留给我回去我自己擦好不好 是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他们有会喜欢这个东西 他们会看很多的影片 嗯 其实国外有很多的 就像在整理或做这个钢的时候 他们最后有一个步骤收尾 就是会 对啊就是旁边嚼嚼水 对然后喷喷瓶 然后再拿那个很长的镊子 然后去可能有些比较 我觉得会有点浮夸 他们会可能会点一些香氛 或是点一些香去对 然后再放一些琴音乐 然后去擦 对一步一步 有点像是我觉得是整理的感觉 对对对 他就做出一试感了 对OK 好 现在你做出来是这个size 你未来要挑战一个多大的size 我有在想 就来个大概是差不多30缸吧 就是在网上升一级这样 对喔 对最后就往后去那边尝试看看 因为我这个客人他 就又再给我下了另外一个 对啊功课 他说他希望说下次那不然就是 把雨林 对然后把就是造物 然后下面看能不能 就是把我想要在下面养鱼 他说你把这些东西元素看可不可以加进来 是 然后他又要有背板 对然后他说上面可以养一些其他的雨林动物跟植物 然后可能就后面我的功课我要再去处理了 是 真的是非常有挑战性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营业上面的一个挑战性 日子工作室你对他的一个短中长期计划是什么 我们刚开始啦 就是因为我真的是毕竟刚创业真的是 我觉得 比较没钱人的玩法 可能刚开始收入真的是800块 可能第一年的时候 平均也才一个月三四千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能够开始慢慢的有稳定 我就第一年我想先再求稳 然后我们就是稍微的去拓展推广 对因为最近有在跟一些地方上 新竹那边的可能摊位啊 或者是一些合作空间 教程空间 我们来去谈说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来把它做成一个课程 对然后去做推广 然后让大家更知道这个东西 可能是我们最近的第一个步骤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往后的话我们当然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想 开设一个专属的店面 去摆设这些这么好看的钢 这么好看的生态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骤啦 这算是比较中就是短期的 然后中期的我们就除了设点以外 我们想要去做更多的平台的铺设啦 对啊可能就是不光是说现在的一般电商啊 或者是可能一般的IG或FB 就是往其他的方面去做铺设 对啊对啊 然后长期的话 因为我可能就比较没有想那么远了啦 对啊对啊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呃其实以生态来讲啊 会让我们想到就是资源这件事情啊 对那其实呃你作为这种啊 爸爸妈妈或者是更早的就是祖父祖母那一代 他们其实就是跟盆栽有关的 对不对 他们其实是可以提供你资源的 对可是呃要去里面啊 找资源啊拿资源啊 对你而言啊是一件你需要思考的事情 对不对 嗯呃就是说因为 因为父母他们就是会有他们的一些想法说 哎你怎么不这样做 嗯呃或者说他们有他们的局限说 哎那我觉得你这样做不行 你这样赚不到钱 然后他们会也会比较急说 我没有办法让你这么长的时间花在上面 嗯对吧 所以中间的资源取得其实我是百般波折啦 嗯嗯对吧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连出国 都是跟家里抗争我才有机会拿到出国的权利 是 对对对 然后我是中间有一度先回来 先尝试用我父母的他们的方式 我跟他们做一年 看看说我有没有喜欢这样的工作模式 ok 然后到后面就发现真的不行嘛 我中间又再出去 然后刚好这是借由疫情回来的 然后他们也看到说我一步一步的 因为他们觉得动作比较大 嗯嗯 我之前就直接跟朋友拿设备嘛 然后设备好之后 然后我就直接盖了实验室 然后就开始整理工作室 是 然后到后面的一些后期的最近像 一些商品的铺垫啊 平台的铺垫 他们就有感受到我最近真的是忙碌起来了 所以他们最近就比较愿意放更多的资源给我 对对对 我相信你在这个创业就是啊 就是创业其实需要资源 可是我们也有另外一种找资源的方式 遇到很大压力的时候 在比如说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生态缸 或即便这么小小的这个生态品 都可以让你找到进行 嗯嗯嗯嗯 所以其实那些会找你 克制的这些客人 他一定也在这边找到进行的乐趣 嗯嗯 不管他是什么好像外向的啊 或者是内向啊 都可以透过这个当中 可以感受到 所谓的生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资源又是怎么一回事 嗯嗯嗯嗯 今天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我们的绿植工作室的负责人 郭显睿 Jerry 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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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